借了一台RKS150 现在把里程表清零 把里程表清零之后 咱看看这一箱油 RKS的油箱应该是6.7升还是6.8升 咱看一看这个一箱油究竟能够跑多少 现在我们北方的这个天气也比较冷 基本上就是零度左右吧 有的时候零下四五度 看看一箱油续航是多少 我这个一般我都不省油 我比较喜欢使劲加油 可能油耗我觉得到不了200公里吧 跑了40公里之后 第一格又开始掉下了 现在跑了95公里 94.5公里 下了一半了 现在已经跑了116公里 最后还剩下两格油 这个180有点悬 现在这油表已经是最后一格也不闪了 跑了164公里 现在并没有熄火 咱试一试它不闪了之后 才能再跑多少公里 跑了180.9公里 对180.9公里 180.9公里 6.8升的油箱 相当于少 再打一打试试啊 完了 现在 完了打不着了 就是没油了简单 对没油了 你别再打了 就是没油了 咱不再试了 因为在车里 就是在试的话 对这个汽油泵损伤太大了 对 光阳的RKS150 油箱存储量是6.8升 结合着我这一次 总共是跑了180公里 大概每百公里的油耗是3.5升左右吧 当然这也和你实际的体重啊 环境的温度啊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咱这个视频啊 仅供车友们参考好 所以说那些抬杠运动员 您也别和我杠 您说你能跑200公里以上 我信 您说您续航只有140 我也信 咱改天吧 做一期光阳的RKS150特点 以及我这段时间行使感受的视频 总之一句话 优点很突出 缺点也很明显 但是在同类的150级别的踏板里 你们知道RKS赢在哪里吗 视频下面给我留言吧